大家好 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是第164期 我聊一聊今天刚刚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新闻 就是group m在上海的office被上海警方拜访的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新闻的标题 那么wpp的子公司group m的office被拜访 然后呢扣押了一名管理层 那么具体内容呢可以看到哈这边讲到啊 中国的警方突袭了group m的上海office 那么这个group m是这个media investment group and unit of london based wpp wpp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那么扣扣押了一名advertising的executive 那么同时警方还向中国区的group m的中国区的ceopatrick徐问话 那么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派这个徐并没有回应媒体相关的这个询问 当然他说上海警方也没有回应相关的询问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华尔街日报的新闻里头呢 和之前发生过的其他的事情联系到一起 说啊 在中国目前这个increasing这个tough stance 看起来更更加tough了 其中讲到这个之前美国的咨询公司贝恩 也被警方去拜访 然后呢还包括日本的一家制药公司 那么这个可能注意相关新闻的可能都知道 那么今天我就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觉得基本上我是对这个事情比一般的大众可能更有一些发言权 因为这个group m中文叫做这个群一集团 它的母公司呢是wpp 而我呢 在前几年的时候曾经在wpp另一家子公司工作过 所以呢 整个不管wpp也好 group m也好 它的这个业务以及相关的这个一些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wpp wpp呢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广告集团 这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分公司 那么所以呢 它在中国的业务也是很大的 中国应该是wpp目前是第三大市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么wpp 这个是全球六大所谓广告传播集团 wpp是最大的 从营收来讲 首先wpp其实总部是在英国的 是一个英国这个Martin Thoreau 他创立的公司的前身最早是他收购了一家 这个做购物车的公司 然后开启了疯狂的收购旅程 从一开始恶意收购 jwt开始就一路把这个巨大的这个广告 传媒集团给建立下来了 以后有机会我会单独做一期讲这个wpp的成长的过程 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全球六大广告传播集团wpp的营收是最最高的 其他的包括一些法国的杨诗啦 还有的鸿蒙啊 ipg汉眉市啊 还有日本的电通等等等等 只是跟大家先讲一下 你们知道的几乎所有的这些 知名的这些广告的这个 比如像澳美啊 什么之类的啊 其实都是这些大的广告集团下面的子公司 或者是分公司 那么其中wpp作为最大的这个 呃 广告媒体集团 你可以看到他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子公司分公司 那么其中这次被查抄的 可以看到哈 是这个 ok media.com 这都是groupm的 ok 这儿 全译啊 呃 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澳美了 呃 Ogvie & Messer Ogvie & Messer呢 也是wpp收购的过来的公司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wpp是在整个广告行业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我当时是在啊 YR这个Young & Robicam 也是被wpp收购的 那么基本上 你看wpp下面的这个重要的客户 全球的客户 拜尔啦 高路节 宗兰啦 达能 戴尔 阿联酋航空 福特 汇丰银行 金百利 宝洁 翘牌 沃尔沫 等等 一大堆 对吧 好 那么 group m 作为wpp下面最重要的这个子公司 它的营收大概占了整个wpp集团的三分之一 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2021年 wpp是这media agency group里头全球 number one的营收最高的 那么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是最高的 包括在ap也是最高的 在欧洲跟中东也是最高的 在北美是第二 在拉丁美洲是第二 所以他本身 这次被查超的group m在上海office应该是这个广告界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好 那么讲到广告这边的我稍微提供一点这个广告行业的这个常识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不太熟悉广告行业 那我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样子后面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group m 可能 就是被这个警方查超的过程中间可能是有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那么广告行业的简单说呢 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块 这两大块呢是配合工作的 一块呢我们叫做creative agency 这个创意代理 另外一块呢我们叫做media agency 我们叫做媒体代理 那么大家知道的最响的名字奥美对吧 实际上呢它属于creative agency 创意代理 它的任务呢是去根据客户的需求去生成相关的创意 然后呢把创意就是所谓的idea 变成实际的这个广告的这个素材 进而变成营销的我们叫物料material 对吧 那就是你有一个好的这个创意 最后把它拍成电视 或者变成平面广告 或者是做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么这个是creative agency的 任务 它的核心就是创造营销所需要的内容 而media agency呢是creative agency的下游 它的任务呢是把你创造好的这个内容 分发给合适的受众 最终推送到受众的眼前 让受众看到 然后呢把受众转化成为最终的目标的客户 这个是这个media agency的任务 所以呢 那media agency呢更多的是完成这个创意之后的整个营销的执行 当然了其中从前面开始就是做营销的这个计划 到执行到监控到最后的数据分析 所以更多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保姆式的这种营销的这种执行管理机构 所以这个是creative agency和media agency的区别 那么其中这个group m呢 他的角色呢做的是media agency 他跟澳美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更多的是帮助 广告主把这个钱花掉 然后呢花到该花的这个渠道 最后这个取得相应的业务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creative agency就所谓的创意代理 他们的这个架构是这样的 这个head of creative 可能比创意总监还要更高一点 比如说这个创意副总裁之类的 再往下呢 由创意总监来这个生成相关的这个创意的内容 然后交给这个art director 就是具体做这个内容跟形象设计的总监 然后做相应的UI设计图片设计 然后这个创意总监呢 再把相应的这个创意的这个内容生成过程呢 交给PM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经理去管整个创意项目的生成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文案啊 做一些相关的客户的期望管理啊 最后的这个这个创意的定稿啊等等 那么这个是创意代理需要去做的 那么媒介代理或者媒体代理 就是像group m他们去做什么呢 好这个最上头是media director 他去管理整个所有的媒体相关的这个内容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首先是media planner 就是好你今年要做媒体投放 你要有一个计划 比如说你今年要花3000万 好这3000万我应该怎么给你去plan 1234季度分别花多少 然后每个季度里头针对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company怎么来进行细分 就是去做一个像相当于是一个 这个整体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了他需要跟客户的你的产品 推出的计划要做一个匹配 对吧 比如说像电影 电影正式放映之前 你可能起码从三个月前就开始做预热了 有时候可能会更早一点 六个月之前你要做预热 然后一层一层的推进 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marketing 从awareness开始 从知晓到consideration 到考虑到具体的这个comparing 就是比较不同的产品 最后去close deal 对吧 整个的过程你都是要去做plan的 然后呢 你plan做好之后呢 你要相应的这个media buyer 你要有买手 对吧 你不同的渠道 你要需要去考虑 我线下投多少 线上投多少 那么投的过中间 要投哪些具体的渠道 你要帮助客户 从这些渠道里头 去购买相应的广告资源 对吧 之所以呢 这个有media buyer 然后具体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ad ops 你买的过程中间 你要执行 你要有人去盯着 对吧 具体看 那么对于groupm来说 我讲了 他是全球 这个几乎是最大的media agent 对于groupm这样的公司来说 那么 他更多的是 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园丁一样 客户呢 买了一堆苗 然后有一块地 说OK 我需要把这些苗 种到地上 那么 种好之后 我需要由园丁 来帮我去打理 对吧 那么 客户要准备好这个水 准备好肥料 要有充足的阳光的照射 然后要除虫 要各种各样的这个除杂草 那么 这些事情呢 就是由园丁来帮你去代劳 他随时会监控 一旦发现这个苗长得不好了 你需要 施特定的肥料 对吧 有的是生根的 有的是长叶子的 有的是开花的 对吧 那么 同样的groupm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media agency 也是帮助客户 去花这个营销的钱 去帮你做计划 执行计划 购买资源 监控计划的实施 和最终的结果 那么多说两句 我原来在wpp的时候 我的角色呢 是这个digital analytics manager 我的任务呢 就是每天在电脑面前 收集线上和线下的数据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比较 然后呢 拿着结果就生成了 我们叫做dashboard 去跟客户去沟通 交流 那么给他们相应的意见 然后同时建议他们 如何去做 这个投放的优化 比如说OK 这段时间可能某一个特定渠道 比如说这个Facebook 这个平台这个bounce rate比较高 效果不太好 conversion rate比较低 那么这时候我要考虑 到底是调整这个creative的 那个创意的内容啊 还是说我调整一些 这个投放的一些策略啊 干脆就暂时先把这个渠道先停了 把这部分的钱放到 比如说paid search上 做这个付费搜索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之类的这种调整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复杂的解释 比如说客户本身 他是没有数据分析 或者统计背景的 那么我们有时候 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假设检验 这个 然后呢 要给他解释相关的结果 比如说啊 这个做一个t检验 单样本的t检验 或者双样本的t检验 我要告诉他 当pvalue这个小于等于0.05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在统计 上头是有意义的 表示出这个显著性的差异 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吧 这个要跟客户去解释 那么我们当时常用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marketing mix model 营销组合模型 对于一些 还有呢 比如说online的一些 这个marketing attribution model 就MTA 我们叫做这个营销归因模型 我客户进来了 我最终要归因于哪个渠道 哪个company才是最终把这个客户带进来的 那么有时候还要去这个归因不同的权重 对吧 客户被company了几次 那么我要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去去分配我这个company对应的credit 以及包括做一些AB test 对吧 AB测试 等等 那么 所以 讲完这些 你就知道了 GroofM能够提供的服务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些这个媒体来进行的 就他最终是帮助客户把钱花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体上 然后评估花的效果 然后做出相应的这个优化的建议 那么你说这个东西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吗 显然是不会的 因为他全部都是核 也不能说全部大部分都是面向大众消费市场 因为广告嘛 本来就是这个面向这个整体的对吧 整个公众的 所以他实际上不会牵涉到任何和敏感信息相关的 最多最多也就是你的企业的广告预算这块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呢 是由于这个商业活动中间的这个腐败带来的这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后来在微博上看到的这条新闻 是这个上海经侦 ECID这个账号发的 这个是这个账号是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官方 微博那么他没有点group app的名字但应该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说从2019年到2023年这个迪某姚某红某三人在某广告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 目前三人应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惠罪受惠罪里头分这个国家人员受惠和非国家人员受惠被依法形式拘留就是今天发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评论区也有人指出这就是这个group m的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信息呢是来自于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SEC的这个case啊 这case呢实际是也是最近不久才公布的 2023年9月底才公布的 这个案子呢是SEC的charge 一个公司叫做clear channel order 听名字就知道了 order做事外广告的 那么在中国有相关的 中国分公司有相关的这种行贿的行为 那么具体情况呢就是 首先因为行贿 所以呢被SEC罚了2600万美元 这个金额其实也不小了 那么SEC发现什么呢 这个 总部在美国的一家公公司 这个out of home的这个advertising 户外的广告公司 他在中国的控股的分公司叫做clear media limited 这个公司干了什么呢 从2012年到2017年clear media 向中国政府相关的这个公人员行贿 目的是这个 向public sector 向这个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 这个销售自己的广告服务 那么在利用行贿的方式 销售广告服务的同时呢 希望去获得公交暂停和其他的 all door display的广告 就换句话说 公交系统的这些 不管是公车身上的也好 公交 后车停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建筑上的 相关的户外广告 那么这家公司通过行贿的方式 来获得相关的广告业务 那么前面我讲过了 media agency 它本身就是帮助客户 去制定整个广告的投放计划 然后去根据投放计划 去购买相应的广告资源 然后监督广告资源的实施 就是广告内容 按照时间表去投放相关的 这个广告物料 最后的评估广告的执行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就要帮助客户去购买 这些广告资源 那么其中有关公车 车身的呀 这个后车停的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共建筑 外想的这些广告 实际上都是要从政府 或者是政府管理的 去国有企业 或者是公共服务企业里头 去购买的 那么显然在购买的过程中间 为了可能获得优先的 广告购买资格 或者是也有可能是 为了获得更好的价格 所以呢 它行贿了 然后行贿的这个过程呢 而且是在财务方面被发现了 这边写的很清楚 那么它通过一些虚假的公司 去发这个发票 然后呢 用这些假发票的冲底 这些所谓的 Customer Development Consultants 一些相关的这个 所谓客户拓展的这些 顾问的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 最后给了谁 那显然就是给那些 在广告购买过程中间 能够起到关键决策作用的一些 比如说政府机构的人员 所以呢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SEC认定 好 这个公司已经触犯了相关的反腐败的法律 而且呢 这些相关的操作是 在反复的在internal audit警告的情况下 这个亮了 红旗了 它仍然还进行相关的操作 所以最终被SEC给认定 是有行贿的行为 所以被发款 2600万美元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同样是在上海 同样是这个media agency 这个媒介代理公司 那么group m 有没有类似的行为呢 很有可能是有的 对吧 因为这个case 毕竟也是刚刚出来的 那作为group m 本身 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业务操作 实际上就像我前面讲的 跟这个国家安全 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 完全就是纯粹的 面向大众市场的营销活动 你说能有什么敏感的信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关上海经侦发的这个信息 实际上 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就group m 根本也不会他知道任何这个敏感的数据 所以更多的情况下 我认为就是 真的就是和 呃 行贿受贿 尤其是和政府相关的这个广告资源 采购过程中间的行贿受贿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这次才会被警方直接上门拜访 甚至扣押了一名高管 好 那么今天大概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 呃点赞或者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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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